极度如同一条毒蛇,会毫不留情地咬伤别人,詹·汤姆逊在《四季》春中写道,卑鄙的妒忌在别人高兴时发作,为不能企及绝美的境地而憎恨,极度心理,是人性的弱点。 一旦身边的人对你有了极度之心,就要提高警惕,他不再是你的朋友,会成为你隐形的敌人,人心难测,与天气一般多变,上一秒与你称兄道弟,下一秒就有可能把你推向深渊,一个人嫉妒你,会有的异常小动作,很明显。 解读国学经典,传承中华文化,欢迎订阅禅世界,喜欢和你比较。 周国平先生对于人际交往的描述总是一针见血,每次翻开他的散文集,总能收获颇风,仿佛其中的每一句话都能悄无声息地说到你心里,而后让人彻底清醒,比如这一句。 对于别人的成功,我们在两种情形下愿意宽容。 一是当这种成功,是我们既有能力,也有机会获得的,而我们却并不想去获得,这时我们仿佛站在这种成功之上,有了一种优越感。 另一是当这种成功,是我们既没有能力,也没有机会获得的,我们因此也就不会想去获得。 这时,我们仿佛站得离这种成功太远,有了一种淡漠感。 诚如这句话所言,我们不会嫉妒那些不如自己的人,更不会嫉妒与自己相差悬殊的人,只有旗鼓相当,水平相近的人,往往才会暗暗较劲,非要争出高低。 智慧和语者的人都在少数,多数人都处于中间地带,所以极度仍旧是普遍现象,最明显的形式便是比较。 今日争吃食,明日争衣裳,今日比文采,明日比家世,今日比长相,明日比对象。 有些人总是能无孔不入地找到你们之间可以比较的问题,而后与你撕扯一番,看起来是好胜心极强。 实则是极度心作祟。 他极度着你的才能,非要在另一部分中高于你,才能两相平衡,从而安慰自己。 面对这样的人,大可不必陷入他的圈套。 人一旦陷入攀比的漩涡中,便容易产生继续比下去的浮躁之气,唯有不比,不争,不变,才能将力气划于无形,将极度的危害降至最低。 想办法贬低你。 我记得多年前的时候,看过一个相声,虽然两个人言语之间,让人捧腹大笑,但是细品一下,却发现,将现实生活中极度之人,描绘得入目三分。 相声中说, 极度的人最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,一旦看到身边的人在某方面超越自己,内心马上就会不开心,还对外改编了歌曲,只要你过,得比我好。 我就受不了。 这样的人不从自身找原因,然后让自己奋发图强,而是看到有人比自己优秀,有能力,就开始在背后想尽办法去诋毁对方,让自己泄愤的同时,企图让更多的人和自己一样否定对方的成绩。 这样的人,我在一家公司真的遇到过。 他是这家公司的老员工了,我进去的时候,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年。 但是,因为他的能力有限,职位一直没有得到提升,我进去之后当了他的上司。 这个人表面对你和颜悦色,但是背地里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。 他私下和别人吃饭的时候,会跟公司的同事说我是靠着关系来到这家公司,然后又通过不正当手段爬到这个位置,甚至还会有些人保持不正当的关系。 这些话起初我并不知晓,后来是单位其他同事私下告诉我,说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太爱嫉妒了,明明大家都能通过实际的工作表现,看出我的工作能力比较强。 但是在那个人嘴里一无是处,而且还像一个长蛇妇一样,编造各种流言蜚语,实在不想跟这样的人为伍。 其实,人性中最大的恶,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。 对于这样的人,如果真的与他斤斤计较,真的是浪费时间与精力,因为时间是最好的证明。 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判断,真正看出来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,不用过多解释。 后来,等到这个人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才知道,他诋毁别人的那些流言蜚语,都是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。 对于嫉妒的人,无需过多反驳与距离力争,让自己变得更好,更强大,就是给予他们最好的一记耳光。 愤世嫉俗,总觉得不公平。 如果说因为嫉妒而方方面面模仿别人,算是对他人的肯定的话,那么愤世嫉俗,总觉得不公平,便是对他人的主观否定。 这样的嫉妒心理,是主观产生的情绪,毫无根据而言,认为别人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,从而认为是外在的规则不公平。 这样的心理,其实往往伴随着不自知,对自己缺乏清晰的认识,总是寻找外在客观因素,却不主动反思自身问题。 觉得自己被亏待,看不到别人的努力和付出,但是却死盯着别人的收获不放。 有一则预言故事讲道,天使来到一对农夫家中,说会满足他们仨个愿望,但条件是,无论他们许什么愿望,邻居都会得到双倍。 农夫二人开心极了,他们许下了第一个愿望,明天出门,多一粮仓倒股,这样明年就不用耕作了。 第二天,妇人一出门,果然看到一堆粮食,兴奋地去买修粮仓的材料时发现邻居家多了两堆,此时她内心有些不悦。 后来天使又来了,他们说第二个愿望是生个大胖小子。 果然十个月之后他们生了一个孩子,但是转眼一看,邻居生了一对双胞胎。 农夫一家心里彻底不平衡了,于是第三个愿望,他们说要天使砍掉一只手臂,这样邻居就会失去双手,再也无法做任何事。 天使流下眼泪,拒绝了他们,并说,愚蠢的人啊,你何必要伤害别人,把痛苦留给自己。 其实,极度何尝不是如此,将痛苦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,最终自己痛苦,也给他人带来痛苦。 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人,我们一定要小心,始终怨天尤人。 抱怨社会,从不正视自己,还极度别人所得,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,记得远离。 经常对你无缘无故发火。 长相思中的阿念,对小妖有很大的恶意,对她发脾气,动不动就非打即骂,没有一个好脸色。 阿念只是说,不喜欢小妖,其实她是在嫉妒。 小妖是大王姬,母亲身份显赫,而且与表哥枪炫的关系更好,她怕小妖的出现,会让她失去一切。 她一直在闹,并不完全是针对小妖,也是在吸引他人的注意力,想得到更多的宠爱和重视。 在她心里,有她一个王姬就好。 她极度小妖,可以得到比她更多的爱。 但丁说,骄傲,极度,贪婪是三个火星,它们使人心爆炸。 若身边的人,总是无缘无故找茬,说话就跟你抬杠,就算你什么都不做,对她表示友好,她也会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,故意冷冰冰地对你。 她对你有着极度之心,很可能会转化为怨恨,做出不利于你的事情。 因为极度,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对你发火,处处针对你。 对于这样的人,一定要警惕,别被她伤害。 你成功时她消失,你失败时,她各种冷嘲热讽。 你混得好时,她不出现,不给你任何一句祝福。 可你混得很失败时,她却第一个出现,对你进行一番羞辱。 就像《甄嬛传》里,甄嬛失宠后,复查贵人和其妃,第一个出现来欺负她,当着她的面,各种冷嘲热讽。 对于失宠的甄嬛,肯定是没有什么能力反驳的,只能任由对方欺辱自己。 但是甄嬛一旦复宠后,她们个个都慌了,又开始了嫉妒与攀比。 最终真正为甄嬛高兴的,便只有她的好姐妹沈梅庄。 人就是这般嘴脸,嫉妒起来,真的很可怕。 如同现实生活一样。 你比谁都成功时,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为你高兴。 你失败时,这时候,大家就都过来嘲讽你了。 就像我们发朋友圈,发一些自认为好的朋友圈,没有一个人点赞,可是发一些活得不好的,这时候一堆人来点赞。 做人,自己混得越差,别人就越喜欢,自己混得成功,反而被孤立,被嘲讽,不得不说,做人真的很难。 嫉妒者往往在行为和语言上流露出对他人的不满和嫉妒。 他们对你的成功、优点、幸福和快乐心存不满,试图通过贬低、嘲笑、诽谤、幸灾乐祸和比较来减轻自己的嫉妒之情。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,不受嫉妒者的影响,继续做自己,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成功。 正如拿破仑、希尔曼所说,嫉妒是最大的贫穷。 嫉妒者往往因为无法接受他人的成功而自甘堕落,无法真正享受到生活的美好。 因此,我们应该保持自信和积极的心态,不被嫉妒者的言论和行为所左右,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